中国乒乓球女队 这几年改朝换代 是一个成长的开始 在大家可能觉得 我该成长起来的时候 我并没有成长起来 成长之路 我觉得一开始就是说冲击 中途就是再成熟吧 现在就是成熟加稳定 成长 成长 不说成长的事 内心对于打球的这种热爱和执着 包括战胜困难的这种信念上 比以前更加坚强 成长就说明有无限的可能性 我有无限的这种潜力 珍惜自己的这个年龄 珍惜自己现在在场上的 无所畏惧 我的成长就是一直努力 努力 努力 一直在努力 我其实每天都要跟自己打架 信念其实就算我也会 从我当教练第一天起 就奔在金牌区 我特别相信这支球队 特别相信现在的这些运动员 清晨六点半中 微海南海的中国乒乓球队训练激励 传来出早操的声音 当大部分队友还在睡猛中时 混双组的队员们已经集合 准备晨跑 今天的晨练刘世文没有和大家一起跑步 而是在教练玛琳的陪伴下 走向球馆 半梦半醒 醒了 醒了 习惯了 前两天都跑步 我这两天想发一下球 平常发球 感觉没时间练 练不完计划 混双的比赛都是上午很早 一般都十点左右比赛 但是要从村里走的话 可能就要六点半 我们现在每天都六点半早的时候出操 大概根据奥运会混双比赛的时间 来去制定我们自己训练的时间 所以我们上午也是十点开始训练 都是跟奥运会混双的比赛时间来去接近的 不仅调整了训练时间 在奥运会前最后这次封闭集训 中国乒乓球队还专门成立了混双组 让许一新和刘世文的训练对手 更加丰富 也更有针对性的演练战术套路 混双是乒乓球在东京奥运会上的新增项目 将产生乒乓球项目的首金 每个协会只能一队组合参赛 不管是对中国乒乓球队还是刘世文个人 都有非凡的意义 因为我的混双已经入选了 奥运会的这样的一个名单 我是有机会 至少是有机会参加今年的奥运会 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后的一个信念 就是还是很渴望 虽然说是距离自己以前的那个梦想 和目标有差距 但是我觉得至少在我最绝望的时候 我还能抓住这样的一个信念和机会 我还是想去好好的去珍惜去把握 一个小时的发球训练之后 刘世文有两个小时的时间早餐和休息 十点钟开始第二堂训练课 在他击球的右手手 有一条长长的保护带清晰可见 就是也不太敢往回看 我现在只是想着一天一天 把当下这个过好 这段不敢回看的日子 要从2020年2月份的德国公开赛说起 当时反复发作的受伤 不仅让他退出了接下来的卡塔尔公开赛 依然刚刚在布达佩斯 获得自己第一个世锦赛单打冠军的刘世文 在全力备展东京的道路上停下了脚步 不是害怕吧 就是绝望过吧 如果我想参加这期奥运会的话 我只能选择去做手术 在最短的时间 然后去康复 然后再去重新去参与竞争 然后去参加奥运会 同样按下暂停键的 还有因为疫情而延弃的东京奥运会 早在2020年大年初二 就前往德国参赛的中国乒乓球队 也因为疫情辗转德国 卡塔尔 中国澳门 经历了长达半年的海外集训 在新冠疫情这样的情况下 唯独的就是改变和应变 然后那会流浪地球 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个八个字嘛 安全 健康 备战 比赛 安全第一 第二是健康 在这两个保证的情况下 我们就不停地在备战 备战第四个才是走到了比赛 在漫长的集训期 和全球赛事的停摆之后 国际平连女子世界杯 在威海开赛 原本代表中国参赛的 刘世文和朱玉玲因伤缺席 中国队由从未参加过 世界杯单打的陈梦和孙颖莎 替补出战 这也使得中国女子乒乓球队的 主力阵容正在发生一些变化 有点像当时2000年奥运会的时候 都是网南 李绝 杨颖那些 没有参加过奥运会的人 去承担这个任务 在这个时候总得有人站出来 现在就是关键看见两个人 谁能保护好机会 首先还是要做好自己 变得强大了 你自然其实就能承担很多东西了 自己内心中也是告诉你 你肯定要把这个排名进度 要打上去嘛 去年的生日是在世界杯团体 今年是世界杯单打 我觉得每一年都在努力的 从2017年进入国家一队开始 孙颖莎每一年都在稳步成长 特别是2019年 现实在布达佩斯 第一次参加世平赛 不仅赢得了与中国队最大对手 伊藤美成之间的青春对决 她还在女双比赛中 与王曼玉搭档获得了自己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最后孙颖莎在三战白金赛夺冠 成为了2019年全年胜率最高的女单选手 2020年8月的国内赛场 孙颖莎继续闪光 在中国队的奥运模拟赛场 她一人囊括 女单 混双和女团三项冠军 成为东京奥运会的热门人选 会随着慢慢地自己也成长起来 其实对我要求要参加比赛任务 其实都会不一样 这次比赛 孙颖莎的房间里 多了一个陪伴她的小伙伴 她叫山丘 你能起名字吗 好 包上一个 好可爱 这也比赛陪 这玩睡觉陪她 可爱 比我还可爱 太可爱 我现在自己 我也在看一本书 看那什么 夜越黑星星越闪耀 以前排球运动员赵伦瑞一些 她里边写的挺 都是那种运动员 一看运动员基地的话 来之前肯定也有些紧张 毕竟自己第一次打 主要对手其实也都来了 互相之间都练点什么 在场上发生什么 其实都是未知的 所以说 其实自己对自己 还是多少有一些担忧吧 孙颖莎的主要对手 也是中国女队最强劲的对手 是同样只有20岁 来自日本的伊藤美成 近年来 她的排名稳居世界前三 曾击败过除陈梦以外的 所有国平现役世界冠军 这两位终日平坛的未来之星 在世界杯单打的半决赛场 迎来了第一次对决 这个年转阶段 其实互相也 其实说实话 都在关注着对方 我们现在我觉得 也没有说跟伊藤 就是说差距特别大 因为她现在实力 包括她的特点 我觉得确实也非常优秀吧 碰见这样的对手 这是你一直准备的 练了七八个月了 你不就等她这场球弄吗 对吧 所以你就看看 这七八个月是也练的 顺不顺 对不对准备的 你跟伊藤 其实你们也是十年的对手 其实你有这样的对手 其实秋刷一直能激励着你 其实都挺好的 其实都挺好的 拜拜 开局 在简单的试探之后 孙颖莎逐渐拉开比分 以十比六率先达到局点 石后伊藤美城凭捷凶狠的薄杀连追四分 将比分追到十比十 好漂亮 十一比十 这个跳球的关键得分 成为了整场比赛的分水岭 十二比十 孙颖莎赢下第一局 其实前临时训练中 老让我练跳 但我老跟他说 比赛中可能我这个技术用的少 没有说真正的意识到 我必须要练好 但是他就说你练这个球 总有一场比赛 你用到一个 取得开局胜利之后 孙颖莎保持状态连赢两局 大比分三比零领先 小心 这个是伊藤的特点 一到落后的时候 就发力比较多 所以我们就要更要小心 第四局双方一直紧要比分 伊藤美成开启了更积极的反击 以十二比十 扳回一局 小心哦 博得很深 第五局 伊藤美成主动博杀 孙颖莎零比六落后 最终以四比十一 再丢一局 我第五局说完 我现在先跟李氏说完 我还是要调整一下心态 该拨该拨该怎么发怎么发 这时候我说我还是不能太保守 大胆变一变啊 第六局 孙颖莎迅速调整了状态 还是正手短漂亮 漂亮 这个球判断出来之后直接调打 又是一个调球得分 成为了整场比赛的关键分 孙颖莎以十一比四赢下第六局 大比分四比二战胜了伊藤美成 我那两球调完下 我先主动跟他说的 你让我练 你别白练 我说这球好像就是下意识 已经就是说出来 你看我就跟你说 总有一天你练到这个技术 你的下意识你就会去用 说过你赢就赢在那两球上 其实回来自己想想 其实也就是嘛 第一局你说那球 第一局要输了 我觉得那球那天也招了气 就打了吧 反正 在赢得了这场中日的焦点战之后 孙颖莎和队友陈梦会失决赛 比孙颖莎年长六岁的陈梦 也是第一次参加试迹杯 训练和比赛的间隙 她喜欢用喝茶来调节自己 我一般自己就 我比赛的时候 我就坐在这 看录像的时候吧 喝那就是喝的时候 如果要是很专注录像的时候吧 这茶有时候味道也不对 心情可能 因为备战的时候 也可能有紧张 然后自己平时 假如现在休息的时候 在这喝 看书的时候在这喝 就不会 感觉味道就挺好 人家特别不开心的时候呢 可能不吃东西好多人 但是我不开心的时候 我特别喜欢吃东西 最近特别不开心的时候 是不是是不是 奥运模拟赛那会儿吧 2020年8月的奥运模拟赛 刚收获疫情前两战 公开赛冠军的陈梦 在与王曼玉的较量中 以2比4意外止步于半决赛 在混双比赛中 与樊振东搭档 同样只获得第四名 前欧了挺长一段时间 那段时间都挺煎熬的 很崩溃 说实话 重启比赛的时候 怎么会是这样的状态呢 但是现在想想 那会儿不算什么其实 那会儿才拿到哪儿 只是一个队内的模拟赛 我就已经成那样了 就是现在想想 只是对于自己来说 只是遇到了一些困难而已 困难总是伴随着 每一阶段的成长 作为国兵女队 中生代的主力队员 早在2014年 陈梦就随队参加 东京制平赛 并获得了自己的 第一个世界冠军 在2019年的 普达佩斯式平赛 获得女单亚军之后 陈梦稳居世界第一的位置 但她一直缺少一个 有分量的单打世界冠军 很长一段时间 我觉得质疑声音 其实挺大的吧 每次都是跟着去报团体 跟着拿冠军 蹭着冠军 自己心里其实我也不舒服 然后自己心里也没底 我也很想去用一个 单向的世界冠军 来去证明自己 在自己的家乡山东 陈梦迎来了 证明自己的最好机会 要去冲击这个冠军的 不管是陈梦还是孙颖莎 两人都将为自己的首个 单打世界冠军而战 上场的时候 我第一只腿是针斗 确实那种感觉吧 就是说实话 之前没有那种感受 一开局比分就很焦灼 陈梦中局拉开比分后 以10比6拿到局点 孙颖莎连得5分 将比分反超 拿下第一局 第一局的时候 我整个节奏并不是特别好 其实我觉得当时 自己其实也有机会 第二局 孙颖莎乘胜追击 无比领先 封得很紧 就每个球杀也钉得很细 当时的时候 我的场面突然有一刻 真想过 我当时感觉 是我跟冠军没缘 但是我后来又 很迅速地就去调整自己 孙颖莎实物增多 陈梦连得6分 将大比分搬成1比1平 对决赛准备 包括我在场上应变 我觉得还是稍微 我感觉没有问题 怎么说 自己的整体的状态有起来 而且我感觉到莎莎 那会儿说感觉很沉很闷 随后陈梦长 掌控了接下来的比赛 连赢三局 以4比1战胜了孙颖上 获得了这次世界杯单打冠军 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 第一个单打世界冠军 最后一个球赢完了以后 感觉那口气放下来了 就是尝诞了一口气 突破战胜了自己 捅破了那层窗户 然后让我自己 我觉得会变得更加坚定 他这个位子说出来 拼出来了 来自不易 原来他这些冠军都没拿过 世界杯的含金亮 不可能像四景才奥运会这样 但是我觉得 因为对于每个人内心来讲 他都是突破 在之前 东京对我来说很模糊吧 觉得前面都是人 所以那会儿 对自己的感觉是飘忽不定的吧 通往东京的路 还是会有遇到很多的困难 在经历困难以后 一定会能见到彩虹 在收获了自己第一个单打世界冠军十天后 陈梦又在2020年国际冰联总决赛上 连续战胜孙颖沙和王曼玉 创造了总决赛历史上 从未有过的女单四连冠 在通往东京的道路上 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在现场见证陈梦夺冠的 还有殷上离开赛场八个月的 刘诗文 当时还是觉得很羡慕 看见队友 他们能在场上去拼搏 其实中间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觉得我不怎么太敢看比赛 手术以后说实话就是具体我能 恢复到什么程度 心里也真的是没底 我又心里又有很强的这种欲望 但是又有很多的这种担心 和害怕的地方 就是内心其实它是很纠结 拖对了半年多 我觉得我当时就想 如果再能拿起球盘 我一定好好珍惜 做完手术半年之后 刘诗文归队恢复训练 念小姐快乐 手术后的手部 还需要交代进行保护 随着奥运会的临近 刘诗文要尽快恢复自己的状态 回到队伍以后 一看到大家以后 刚开始有点害怕 但逐渐融入以后 又觉得跟大家聊聊球 又很开心 又很渴望回到集体 还是上了球台以后 感觉最开心 就感觉很长时间 没有那么 就是感觉开心快乐 然后很专注投入的那个感觉 再次拿起球派的开心是短暂的 恢复的过程 是每一天与自己的斗争 练好的时候 或者说跟自己想的一样的时候 就挺开心 但是练完也有反应 比如说又有点疼了 就是这种还是担心 会受伤 不知道自己这个能力 力量能不能恢复到 就是每天都要面对这个疼 就是真的是要咬牙坚持 因为从伤病恢复完事以后 其实最主要是心理 心理对伤病的一些恐惧的这种 因为运动员嘛 正常的人假如说某一地方 做手术以后 他再恢复起来都会有这种恐惧 更别说像运动员 他每天都要做这些动作 所以他从先恢复这个心理 这种恐惧的心理开始一点点 我觉得目前来讲 基本上已经上了正轨 不仅要战胜内心的恐惧 刘世文也必须面对 在离队的日子里 队友们的进步和奥运名单的竞争 一天一天往前去走去恢复 我觉得就是同时也要接受现实吧 确实我觉得当回到队伍的时候 我觉得队里的这些队友 确实他们经过一年多的 这种封闭训练 从技术实力的角度 确实是进步得非常快 还是那句话吧 做好自己能做的 在逐渐跟上了大家的训练量之后 刘世文也恢复了和搭档 许新的混双训练 刘世文其实也很不容易 能够在奥运会之前 咬牙做下来手术 然后咬牙为了奥运会的梦想 再去拼一把 确实很难 恢复的时间太短了 其实他从上台到了现在 恢复的这个状态 已经回来七八十左右了 大家都能感觉到 我觉得还是让他减压吧 因为不能让他刚回来之后 就开始天天承受这么大压力 没必要 这个对手联大参场确实是 你又没有年龄大 你又不是翅膀 你有什么叨叨的 太客气了 平时就是对你太客气 就应该点 就应该点 你又没我大 我还翅膀呢 上台就行 走了 进座上台就行四个字 自己回去好好悟悟这个四个字 大家给了我很多的鼓励和自信 然后也是很相信我 我就是更是发自内心的吧 想努力 想去做好 然后去在比赛场上 怎么说呢 打出最好的比赛吧 就是我觉得也是这个信念 所以支撑着我每一天 我要全力以赴 就是做满自己的这样 一步一步地往前去努 然后正确把这个时间 能够抓住这个时间吧 时间对于每一个备战东径的队员 都是珍贵的 刚取得一系列突破的陈梦 也不敢有丝毫的松懈 是 也被冠军 总决赛冠军 全国警博赛冠军 正常来说 他有时候可能会飘一点 晃一点 但是就目前来看 他对自己要求还很严格 包括现在 包括在训练当中 主动去跟男孩练习 过去他都不太愿意跟男孩练习 特别不喜欢跟男孩的训练 因为我总觉得 他们的这种质量总是高于我 一直在打 我心里挺不舒服的 说实话 但是通过这一段时间 我觉得要想提高的话 只能再去跟男孩 然后这样不断地去跟上他们以后 然后通过跟他们的这种比赛 通过他们的这种变化 然后自己不怕他们的球 不怕他们的变化以后 我觉得这样会更容易提升吧 提升的过程并不容易 男队员求他质量高变化快 会消耗更多的精力体力 但也因此 陈梦有了不少收获 我没想到我精力全消耗掉了 真没劲 我脑子太疼了 一个是心里的这种害怕这种畏惧 好了很多吧 而且那天其实在跟孙文比赛第五局的时候 其实在场上已经 我已经感觉不到他是男的了 我已经完全适应他的这种质量了 在场上的这种整个 我感觉到这种强强的这种对抗 我没有再去这种躲 再去害怕的这种感觉 陈梦和孙影沙呢 应该说到了一个比较难受的一个阶段 越离比赛越近 她可能自己那种压力可能会更大 刚刚20岁的孙影沙 需要在通往东京的压力中 加快成长的脚步 有一点浮躁吧 心情上我估计肯定也有一些起伏 另一点她可能感觉 不太对劲 她向上需要跟我 把这个节奏啊情绪啊捋得顺一些 但我觉得她跟我说完 我其实感觉就好一些了 然后我人啊什么的感觉静了很多 真正好一个赛场需要 要有这个意识 咱也别说 你觉得这个球我应该稳吧 我去吧 莎莎最主要的还是一个 真正从她内心深处 我要去干这件大事 她最主要的 现在要平时落实在美版训练 也是一个挑战 也是她能不能站在奥运赛上 完成任务的非常关键的一点 威海的训练管理传来了 为国战的集合声 刚刚结束了两战热身赛的 中国乒乓球队来到威海基地集训 这是东京奥运会前的最后一次封闭集训 随着奥运名单的公布 中国队的备战也进入了冲刺阶段 不管是出战单打和团体的陈猛 孙影沙 还是参加混双和团体的刘世文 都有了更加明确的目标 能够得到大家的信任 然后能够承担这个任务 我觉得也是非常有点 真的会感觉到身上的这种责任 我觉得就是更重了 目标也就来了 确实感觉动力十足 肯定有压力这都很正常 但我感觉更多的动力还是挺多 这就舒服了 中国乒乓球参加奥运会 还是要为国争光 升国旗奏国歌 这是我们光荣的使命 也是带给我们最大的动力 特别是今年中国共产党 诞辰100周年 怎么为国家这种献力 我相信这是藏在内心 每一个运动员 教练员 心里最大的原始动力 大家都会发自内心地去拼劲 每一次的力量 训练馆一侧的大屏幕 循环播放着的是 中国队的主要对手 另外一侧是精确到秒的 东京奥运会倒计时 感觉你比赛日子越近吧 你的训练肯定就会越来越紧凑 对自己感觉越来越好东西 感觉练不够 即使最后一次奥运会 可能也是把它当成最后一次 跟我们去练 就是每天练完爬不起来的时候 想想这个就感觉又能爬起来 再练一会儿 对于我自己 对于奥运会来说 其实是空白的 但是我觉得其实这种空白的状态 也并不是不好 因为这种状态 我觉得会让自己感觉更亢奋 也会感觉更加有拼劲 这种有冲劲吧 这种最白的状态还行 这就是我们俩能训练完的日程 从外表上看的好像笑呵呵的 好像什么事都挺人比较随 就是比较外向或者随意 或者其实他自己也有一些 很多这种心事压力 就是消化不了的 但是在每一次重大的这种困难 和挫折的时候 其实更多的真的也是靠着 自己这种强大内心走过来 我感觉他自己可以创造出 更大的这种可能性 放开了豁出去去赶 相信你一定会在东京圆梦 加油 在大家可能觉得 我该成长起来的时候 我并没有成长起来 反而到了现在这个年纪的时候 让大家慢慢地看到了 我的这种进步跟这种成熟 我觉得其实也不晚 因为你有了这种机会的以后 能不能够把握住 我也希望自己能够的 在东京奥运会把握住 最后紧螺丝的一个阶段 就像一部完整的一部战车一样 所有的零件 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 叙事待发 比赛并不是说你努力就一定赢 但就是你努力 是你成功的一个好的开始 珍惜自己的这个年龄 珍惜自己现在在场上的 我希望在东京的赛场上 给全世界展示出最有激情 最有天赋的自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